你怎麼看這次的不法呢? 直到這個時刻 今天這個訪問 今天這個訪問是2號做的 中午1點鐘 23篇 換句話來講 在12月20多日開始 到現在一個多月 已經23篇 換句話來講 差不多每天一篇 這種情況是罕有的 我為什麼說罕有呢? 罕有就是有過 有過大概2004年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的社會氣氛是比較緊張的 因為23條立法不成功 外國論的討論 在報紙 在外國報紙都有連續持續 差不多兩年幾三年的時間 可能會一個禮拜一篇 兩個禮拜一篇 是對我的披擊 但是那時候的密度沒有現在這麼厲害 那時候的猛烈情也沒有現在這麼厲害 那時候有一個特徵 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點名的 依我對這一類報紙的運作的理解 一開始最溫和的方式就是 含沙射影不點名 然後就開始只是說個姓 吳某 這個第二個情節 然後再高一級 就開始點名 寫了整個名出來 當年有點名 但是很少點名 可能他認為這個矛盾是不尖銳的 對我的批評不應該去到這麼盡 但是今天就密集 幾乎每天一篇 一開始就已經點名 而且不是內文點名 那麼簡單 是篇篇文章的標題也點名 都有我的大名 那些同事就笑 就說真的 如果那份報紙多人看 你就發達了 因為 還有一個廣告 還有一個廣告 那麼 我覺得 是不正常的 這種做法 有沒有一些類似你的案子 就是在以往 譬如你 當年 不是 政治人物多 政治人物多的事 傳媒人就絕無謹由 政治人物多的事 譬如好像李柱銘試過一樓 是這樣的 大家記得 說什麼去美國出席什麼聽證會 說奧運在華爾街報寫東西 被人砌得 反肚子 政黨 寫文言 公民黨 都砌得很厲害 但是 他們都有點名 但是 對於一個傳媒人 就是 我的記憶裡面 是沒有 是沒有 但是傳媒人是沒有的 我形容這種 是一種恐怖主義 即是Tellerism 為何會是Tellerism 就是 恐怖主義的運作方式是怎樣的 就是 我綁住炸彈的身上 或者我放炸彈在你的地上 爆 濫殺無辜 而且濫殺無辜 規模是很大的 目的是什麼呢 是產生一個震懾力量 令到 完全無關事的人 都會害怕 害怕 我就會 懼怕 然後某些事情我是不敢做的 或者是不會做的 或者是站在你那邊的陣營去見面 其實恐怖主義就是這樣運作 現在這個 即是我們說 寒蟬效應 其實是恐怖主義的結果 就是說 嘩 他這樣就被人砌 如果我這樣也會被人砌 不如我不要這樣 會有這個很自然的效果 我亦形容就是 這種是恐怖主義的運作方式 雖然他還未打打殺殺各界 但你看到那些火力 在文字字裡行的火力 如果你細緻看 你會令人心寒 即是經過這次 這次不分之後 或者其他不同 即是其他不同 加著於理想上的政治壓力之後 即其他製造團隊的同事 會否感受到其他壓力 或者他們內部都可以大概 會應用一下 我很難去判斷他們內心在想些甚麼 因為我們大家沒有很細緻去討論 一般的做法和說法就是 沒有事的 當時沒有發生過的難 我的判斷或者我的推測 即是我會將心比己 我是一個在這行裡做了很長的時間 可能我做這行的年齡 比你們的年齡更大 我真的老實說 甚麼都見過 這麼多年都發生過 例如在採訪的過程中 有些經歷 也知道 有些風浪 也知道是怎樣 我有壓力 我感受到那個壓力 感受到那種 不太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做人最擔心的 就是不知道他想怎樣 對不對 我況且也有這種感覺 其他比我年齡小的經驗 淺的 會是怎樣 大家會想像 他罵我 點我名字 同時罵節目 那些producer 或者其他的人 會覺得 他也在罵我 那他會怎樣想呢 我 不相信他們一點壓力都沒有 我只可以這樣 我不相信他們一點壓力都沒有 有一些問題 都想問回阿森哥 關於在節目民族上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節目的形式是怎樣去定題目的呢 我是這個節目的上次主持 自由風的上次主持 所以我在另一個題目 那天講些甚麼呢 我是有參與意見 但不是我 話了事 不是我最後拍板 說一定要講這個 或者不講這個 因為又有編導 又有監製 在背後 所以每天大概 中午的時間 我早上就掌握 當天發生甚麼事 有甚麼新聞 因為我未回到台 所以就 未必完全了解到 未發生的事 有些事是靜態一點的 預早就已經預告了 譬如那天有個記者會 政府有甚麼宣布 可能在台中的同事會比較掌握 我們就通過電話 對我有甚麼看法 我有甚麼想做 他們認為有甚麼更加重要 或者當天會發生甚麼事 大家就用幾分鐘的時間 交換了一些看法之後 就決定不如做這幾個 本日大概是兩至三個題目 那麼長 因為時間都相當長 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所以是做兩至三個題目 聊完之後 我大概下午的時間 例如兩至三個小時 回去 再問問 是否這幾個 有甚麼新的角度 有甚麼新的題目 是要改的 如果沒有 那就去 然後有同事 幫我找到一些資料 當然我也是 因為現在很方便 對著網 在網上找到很多背景的東西 做很多研究 然後 他們去找嘉賓 還有一點 就是找嘉賓的過程 其實我是參與意見 其實不是我去找的 也不是我去決定 說找這個 還是不找這個 所以有些評論 就是 為什麼你要找泛民 不找這個 建制派 我答不了 因為不是我去做決定 所以過程就是這樣 當然 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做決定 就是我在節目裡面 一開場的時候 直到五點 由五點開始到八點 中間說些甚麼 不說些甚麼 其實沒有人控制到我 即是不可以 那篇圖告訴我 你說一二三 不可以說四五六 這件事是不行的 這個是 因為我是 作為一個主持人 我有我自主的空間去發揮 傳聞都說 我覺得挺可惜的 這個節目 就是停了 因為都是一個很獨特的 在香港沒有類似性質的討論者 他是一班人 一班在香港 可能會有不同自己地盤的 一些評論人 或者一些其他的各個領域裡面 一些都很資深的人坐在一起 就自某個題目去談 那種討論 那種討論氣氛不一定是很嚴肅 就像封印節目一樣 而是有時會有些稀少怒馬 有時會有些自嘲 就把問題帶出來 突顯了那個問題出來 然後就談得挺深入 但是我會這樣想的 開始做第一天的時候 我會預料這個節目的質 原因就是 因為整個香港的大環境 是一直在退化 言論空間的大環境在退化 而令到這一類節目的生存的難力減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要做討論節目 做評論節目 在香港今天 你沒辦法不辣到一些很敏感的問題 但是我們做傳媒 覺得這些所謂敏感問題 應有之而是要說的 例如大地產商的問題 例如經濟壟斷的問題 例如政府施政出了很多面子 或者一些公義不章的問題 傳媒可以說這個節目 因為在TV播放 雖然是收費台 但是其實都 老實說都遷就住 就是一些太政治的事情 好像很文化一樣 將它說出來 又或者很民生 然後才說出來 但是你沒辦法不辣到 例如地產霸權 沒辦法不辣到 你說通脹 就自然能辣到地產霸權 無緣無故都可以辣到地產霸權 無故都可以辣到地產霸權 你會說貴 或者租貴 也會辣到地產霸權 那 如果它這樣辣霸權的話 我說為何第一天會遇到它撿 就是 大哥 你想想 說明是霸權 很厲害 無恐不入 無妄忽界 任何地方都可以影響到 只是一種媒體的操作 你就知道 如果你能夠有這個資料 找出來 當然我現在 都是看表面 就是說 媒體的廣告 有幾多部分 是受地產商支配的 我不只是買地產廣告 包括超級市場 個人胡理用品店 包括電訊 寬頻 交通工具 物流 你數 所有衣食住行 睡覺的 起床的 去廁所的 都可能和地產商有關 如果你夠膽 在節目裡 其次鮮明地去 批判地產商 去 和它對著幹的話 你那個傳媒一定收拾 無一行臉 其實你對新台長有甚麼期望 我的期望就是他 希望他能夠明白多些 理解多些香港戰爭的傳統 作為一個公營廣告機構的傳統 有些評論 或者是外國部長的評論 就說 港英的時代 你是港英政府的喉舌 去到特區政府 為何會和特區政府對著幹 我覺得這個 你不要當 每個人都未出生才行 港英的時代 他怎會是港英政府的喉舌 港英時代 都很多批評港英政府 很多 很多辣的專題都有 我希望 新的台長 透徹地了解 讀清楚 香港電台這部書 香港電台 即是出了一部書 是 一起講過的日子 他透徹了解這部書 這部書其實是 講到殖民 英治時代 即是殖民政府的年代 其實港台在香港社會的 發展和進步發展的是甚麼角色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有很多事是開風氣之先的 如果他能夠讀透這部書 明白今天港台這種表現 其實 對於香港的進步和發展 是有很大的好處 即是如果讀透到這部書 明白這部書在說甚麼 因為很少人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個問題 只是從 為何你罵我 為何你批評我 為何你咬 為何你咬 餵你的手 很多人都問這些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傻 是完全不明白香港電堂的角色 香港電堂這個角色 和私營的媒體的角色 是完全兩馬之事 因為我剛才說過 他沒有廣告商壓力 理論上也不應該有政治壓力 所以他那種敢言 那種批判 是可以無所謂的去做的 正正是這樣 那個社會才能達到制衡 和向前邁進的目的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是 你看一個人都在收緊 這個就被地產商買 那個又 地產商直接擁有 這些媒體 然後廣告佔了你 可能70到80 和地產商有關 是你的經濟命令 你看一個制衡 是不存在的 在很多媒體那裏 或者是越來越少 香港電來人 但有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